排好了,現在就淋上醬汁了 完美了,這些醬汁沒得了 煎食物呢,其實我喜歡煎成這樣 煎成沒有顏色的,有什麼好吃呢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羊秋葵 剛才我去買魚,買不到魚 就買了這個基維蝦 所以今晚就是白灼肌維蝦 沒有魚那麼多,我就走到旁邊 零機一觸,不如買鯪魚肉回來 讓秋葵吧,我就買了10元鯪魚肉 這隻OK 我會加些蝦米下去 我去街市 可能都不太晚,其實是5點多 我打算買秋葵 整個街市都沒有秋葵 有一檔,就這樣 一篩這樣 一個西 一個尖椒,一個秋葵 七元 那怎麼辦呢,又買了鯪魚肉 好了,都買了 今天就變了 鯪魚肉釀秋葵釀青椒 一次過釀兩樣東西 拆了袋子之後 然後才發現 原來有這麼大隻青椒 秋葵也不是很少的 七元真是划算的 但問題又是另外橙身了 10元多肉 就算混多少蝦米都不夠釀 怎麼辦呢 幸好我家裡有存貨 有這些白街蝦 我不是做過蝦膠的 你看過,用這些來做蝦膠 那我就拆了一包 這個蝦 打了蝦膠就釀青椒 這個鯪魚肉就釀秋葵 現在要處理秋葵 和青椒 都是這樣,洗一下 沒辦法,都是要洗乾淨 我今天都是薯仔炆雞 在旁邊,在浸泡 你先擦一擦 每一隻都擦一擦 先處理秋葵 秋葵也一樣 不斷洗一下 其實我告訴大家 這些有膠袋裝 大部份都是泰國秋葵 但是現在很流行 很快賣完 以前如果去買幾天 那些 先買的,就盡量不要買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這些包裝 一代代的,很多時候 防腐劑都很強 如果你有散裝 買的秋葵當然好 但也很少 不要緊,洗乾淨 我們馬上就做了 其實秋葵,這個叫肥 有些更肥一點 買秋葵就買一些大隻 比較肥一點 秋葵有很多種吃法 兩半就可以 不斷炒也可以 今天就是釀秋葵 鯪魚肉 其實一開二 肥的 一開二 這樣就一半半做 但我這些瘦的 唯有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也有好處 一口一個秋葵就好吃 做多一隻 很簡單 鯪魚肉 我是用一些蝦米 好吃很多 因為街邊買了十元 那些 就這樣 先浸一浸 浸一兩分鐘就好了 浸太久就軟 不要吃 好,先浸一浸 跟大家說 蝦米浸了一陣水之後 就可以了 沖一沖乾淨 再瀝一瀝水就可以了 蝦膠又 泡好了 鯪魚肉 蝦米又預備好了 我們現在要拌 蝦膠 就少少生粉 甚至乎不下都基本上可以 對了 微波爐又有東西出了 接著呢 這個鯪魚肉 就要多些生粉 兩者不同 但是兩者都可以同樣 釀到東西 鯪魚肉 兩匙都不多 沒所謂的 放些味道 因為它本身 也有少許味 你用雞粉也可以 沒所謂的 我就建議不要放豉油 放這些 鯪魚汁 沒所謂 要放少許油 對 放些油 鯪魚肉要花點心機 拿著大一點的碗 下次也不要緊 放多些蝦米 好吃很多 這些蝦米仔 幾十元一斤 如果在深水埗買 四十八元一斤 很划算 如果你做第二樣菜 你不知道吃什麼 就是做鯪魚肉 最好吃 這些 慢慢攪 攪拌好 再跟大家說 鯪魚肉 攪好了 要攪久一點 攪好了之後 我們首先 先讓秋葵 好奇怪的 曾經試過 秋葵釀蝦膠不好吃 秋葵釀蝦膠不好吃 秋葵釀蝦肉 是好吃的 有些事 真的要講天然配搭 你們都可以試一下 反過來就可以 很多時候 怕它不黏 你可以放些生粉 但是現在 我不是撇開它 我只是一隻開鞭 如果你一開 就可能要放些生粉 不要緊 慢慢釀 給點心機釀 我這裡只有十隻 不過就超級抵 你明白我說什麼 七元有兩樣東西 哎呀 真的 但是 不夠肥 肥潤 慢慢釀了 擠它 擠它一點點出來 對 擠它一點點出來 因為希望一會煎的時候 這些有一點脆的感覺 你明白我說什麼 慢慢做 我今天就急到 急到不行 因為人們又回來了 幾隻 逐隻釀 秋葵釀了魚肉 青椒釀了蝦膠 現在開始煎了 放些油 放些少許也不要緊 放些少許也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現在先放魚肉 即是秋葵釀了 因為魚肉是比較難熟的 我們用少許心機 慢慢地放下去 收拾少許的火 彈出媽媽媽 慢慢放下去 這些魚肉 首先是煎了魚肉 因為是比較難熟的 對 因為這樣開邊 如果你開邊 會容易煎一點 因為我現在圓隻 問題大一點 但可以慢慢煎 不用急 先煎了魚肉 底部都是秋葵釀的 很香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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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慢慢煎 蝦膠 我們都要煎 蝦膠 這是魚肉 這是青椒 因為魚肉 比蝦膠更多 蝦膠 蝦膠 又放進去 蝦膠 挺划算的 7元兩樣的蔬菜 其實我不是拍過 很漂亮的那個 都去看看 我都不記得 有時自己拍過的影片 快點慢慢煎一下 這鍋要大隻 如果小隻 都不知道怎樣煎 我旁邊那部是 旁邊那部是 薯仔燜雞 今天還買了栗子 因為昨天有些栗子 多了 要煮湯 OK 慢慢煎一下 其實一煎就可以了 很簡單 油就放進去 這個時間 讓它慢慢煎一下 慢慢煎 我們過來這邊 現在煎秋葵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加少許 這些醬 這些賣裝就可以了 酸肉 少許 豆豉醬 少許 多一點 不要緊 然後加少許生粉 因為要開個漿 然後加糖 很重要 加一匙 不要緊 如果你想辣 就加些辣椒醬 或者煮辣椒仔 你也知道 我媽媽不吃辣 說不要緊 現在就先開定一個水 好 開定一碗這些水 希望它夠了 OK 我們過來這邊 煎了 現在煎了一會兒 我們要看看 醬汁 醬汁 調好 嘩 多漂亮 很漂亮 所以你排得好 就很漂亮 這些才是煎的 看到嗎 多漂亮 現在你逐一隻 逐一隻 反反去 否則不熟 就不成功 你明白嗎 不斷拌拌拌拌 沒有用的 而且你吃的感覺 是可以增加的 大哥 是不是 這些秋葵 不要緊的 阿姨 看看這兩隻可以不可以 OK 魚肉都熟了 OK 很好 煎了一會兒 蝦 蝦都可以了 顏色都好 對了 全部都可以了 這個時間 我們先開大一點火 因為剛才不是很大火 好 現在開大火 好 把剛才的醬汁 有些人夾起了 煮醬汁 淋上去 這樣是不好的 這樣才可以的 直接倒進去 直接煮 兩個原因 一就是它一定熟 二 它一定入味 這樣煎是最棒的 這是我媽教我的 告訴大家 這個 這個 現在就 因為有變質的關係 現在直接煮 一煮熱就可以了 這樣就煮到它 一定熟 還有這些味道 很完美 靚爆三色 我不是做過 我現在都不記得名字了 改過名字 冷靚 其實是 釀三色椒 其實就是 你看 你可以看 這個 入味 嘩 你看到 醬汁 好 我現在上碟 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排好了 現在就淋了 醬汁 嘩 這個 蝦米 是靚魚 秋葵 和這個 蝦膠青椒 哇 完美 這些醬汁 要辣就自己放辣 好 現在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讓秋葵 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看 多漂亮 用靚魚肉 混合蝦米 讓秋葵 是很好吃的 其實秋葵要來 涼拌都好吃 今天呢 我就特別 加上 這個 這個 還有青椒 這個 尖椒 這些尖椒 不辣的 放些蝦膠 你看看 一條青椒 放多些蝦 家裡吃不要緊 其實成本真的很低 15元蝦 10元多肉 幾元雞的蝦米 這條7元 合起來也是 不用40元 多棒 這些秋葵 給大家看看 多漂亮 肉 煎食 其實我喜歡煎成這樣 煎成這樣 煎成不太適合 有什麼好吃 肯定 最後 放醬汁 回一回去 肯定就熟 而且入味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 好 這個就是 蝦米 鯪魚 羊 秋葵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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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